难怪黄龙不愿做杨国的岳母 你看杨国生母是谁 和郭靖干了什么 初看神雕侠侣的时候 是不是误以为杨国会和郭福发生点什么 的确杨国英俊潇洒 郭福秀丽绝伦 而杨家和郭家又是怨远近身 加上杨国和郭福又一起在桃花岛长大 他们二人理应携手不辱婚姻的殿堂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杨国不但没有和郭福解为夫妻 他的一条右臂还被郭福挥剑斩落 另一边的郭福也没有和武修文 古敦如开花结果 本而和契丹人依律齐结为了夫妻 不过让人感慨万千的是 当36岁的杨国在襄阳城浴血奋战之时 以为人妻的郭福却望着 杨国的身影浮想连篇了起来 原文学道 二十年来 郭福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 每一念及杨国 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 实则内心深处 对他的眷念关注 顾非言语所能形容 此刻仗在心头的恨恶之一去 他才突然体会到 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 他冲入敌阵取救齐哥时 我到底是更为谁担心多一些啊 我实在说不上来 注意看 直到此时 郭福才赫然发现 自己之所以总将杨国当作对头 是因为因爱而恨 甚至当耶律齐冲入敌军奋力厮杀之时 郭福竟不知道为谁担心多一些 无奈郭福醒悟的太晚 自己已是耶律齐的妻子 而杨国早就和小龙女山盟海誓了 郭福若早有觉悟 杨国也没有去钟南山拜师学艺的话 二人还真有可能拜堂成亲 其实戏看过《神雕侠》里的读者会知道 杨国会被逐出桃花岛 除了他本身性格偏激敏感之外 黄荣的所作所为 也是一个极大的关键所在 杨国上了桃花岛之后 郭靖可谓是势如己出关怀辈志 不过黄荣却不一样了 在郭靖要收杨国当徒弟 蒋一身武艺倾囊相授之际 黄荣眼珠子一转 率先抢了杨国当徒弟 杨国虽然聪明 但他也没有料到 郭伯母做了自己的师傅 不但没有教自己一招办事 反而让自己苦读四书五经 此时的南宋动荡不安 战火纷飞 没有武艺在身 武艺视如吕国兵 对于黄荣的怪异举动 杨国变得更加敏感和不安 此时的郭靖开始不断提及 要将郭福许配给杨国 黄荣听了自然一万个不愿意 黄荣的理由很简单 杨国一事无成 郭福岂能嫁给他 长言道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数年之后 杨国更加封神俊朗 他还凭借高尚武功 在英雄会上大放一彩 接连击败了霍都和达尔巴 引着群雄报以热烈的掌声 就当郭靖再一次提及 郭福许配之事时 杨国却断然拒绝了 原文学道 黄荣见了杨国 与小龙女的神色 暗暗心惊 向丈夫使个眼色 说道 福尔年纪还小 婚事何必着急 今日群雄聚会 还让商议国家大急要紧 儿女私事 咱们暂且割下吧 按照常理来说 自己最疼爱的大女儿 被人当众巨婚 黄荣理应和郭靖一样 勃然大怒 可此时的黄荣 却有种如释重负的庆幸之感 其实 黄荣之所以极不情愿 做杨国的岳母 和杨国的生母有关 提及杨国的生母 我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 射雕时代的慕念慈 可很多读者不知道的是 在连载版的射雕英雄传里 杨国的生母并非慕念慈 而是一个和郭靖 极其暧昧的女子 秦男秦 秦男秦虽是一位捕蛇女 却生得秀美端庄 机缘巧合之下 秦男秦和郭靖相识 二人一起做了不少有趣的事情 为了捕捉克制毒蛇的血鸟 秦男秦和郭靖朝夕相处 形影不离 一同度过了数月的时间 郭靖和秦男秦做的这一切事情 都被聪慧机敏的黄荣看在眼里 黄荣和郭靖初次见面之际 就以方亲暗许 而郭靖却和别的女人 每夜外出姑娘 黄荣有大智慧 但他的心眼却很小 有了秦男秦这样的劲敌 黄荣必是早早地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加上杨康作恶夺端 黄荣对他也是深恶痛绝 而杨过是杨康和秦男秦之子 黄荣想当然地恨无极物 对杨过充满了偏见和厌恶 如此一来 就能解释为何黄荣自始至终 都不愿做杨过的岳母 只不过在随后三连版的 《射雕英雄传》里 金庸已在书中 将秦男秦这个角色删除殆尽 让穆念慈取而代之 成了杨过的生母 金庸的这个举动 彻底掐断了杨过和秦男秦的联系 也让黄荣对杨过的厌恶 变得有些让人难以理解